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中美谈判达成暂时对中国征税的共识已经成为过去时 目前宣布的暂时停火不在 美国白宫声明宣布将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产品征收25%的关税 6月15日公布清单 中国商务部夜间回应出乎意料 与此并行的是 中国本月通过美国总统女儿伊万卡7个商标申请 因此 川普此前表示要放过中国科技集团中心一马 再次引起总统家族企业与总统职务是否有利益冲突质疑 白宫周一宣布继续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后 似乎对利益冲突的质疑有所减弱 美国白宫官网29日发表声明 美国将加强对获取美国工业重大技术的相关中国个人和实体 实施出口管制 并采取具体投资限制 拟于2018年6月30日前正式公布相关措施 哦 不久 将正式实施 声明还称 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 美国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包括具有重大工业价值的产品在内的总值 500亿美元产品征收25%的关税 其中包括于中国制造2025计划相关的产品 最终的进口商品清单将于2018年6月15日之前公布 稍后将对这些进口产品征收关税 中国商务部29日晚间表示 对白宫发布的声明既感到出乎意料 但也在意料之内 声明还表示 这显然有备于不久前 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白宫声明发表谈话说 我们对白宫发布的策略性声明既感到出乎意料 也是在意料之中 这显然有备于不久前 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 无论美方出台什么举措 中方都有信心 有能力 有经验 捍卫中国人民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 中国敦促美方按照联合声明精神相向而行 早在今年3月22日 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备忘录 针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增收关税 同时宣布将对中国投资进行限制 从此终结美方认定的中国对美国的不正当竞争 以及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窃取 北京随后宣布了相等数额的反征税名单 但是5月19日华盛顿与北京谈判后 宣布暂停贸易战 然而双方对达成的协议似乎理解上有误差 刘鹤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 这是一次积极 务实 富有建设性和成果的访问 双方就发展积极健康的中美经贸关系达成许多共识 中美经贸磋商的最大成果是双方达成共识 不打贸易战 并且停止互相加征关税 他同时表示 中美双方将在能源 农产品 医疗 高科技产品 金融等领域 加强贸易合作 这既可以推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满足需要 也有利于美方消减贸易赤字 是双赢的选择 同时 双方还将继续加强相互投资和深化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合作 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 也有利于全球经济贸易的稳定和繁荣 而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在接受CNBC电视频道采访时 则表示 双方已同意暂停加征关税 他说 两国的贸易谈判举得了进展 中国同意大幅度增加美国进口 但是他说 我们现在把贸易战搁置下来 同意现在先不加征关税 他还表示 若两国的谈判不成功 总统随时可以重新采取关税措施 美国农业副部长 本周将由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率领的美国贸易代表团 再次到访北京 消息人士称 上述事宜与转基因作物市场转入 将成为谈判中的优先事务 路透社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 美国将在贸易谈判中 推动中国取消对美国情类产品的进口禁令 盯上中国这个规模达6亿美元的潜在市场 另外 受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 中国买家发现高粮供应吃紧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 川普之所以在关键时刻临时变化 主要是因为川普面临的最重要的国际问题 并非朝鲜或伊朗 而是来自中国的日益严峻的挑战 近日发生的事件表明 美中之间的全球角力已经全面展开 成为全球舞台上的主导性话题 并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感谢收看华尔街焦点